在坦桑尼亚 说起李小云 很多人知道他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 近八年来 他和团队通过推广玉米秘质增产技术 提升了坦桑尼亚玉米种植产量 1991年 李小云来到坦桑尼亚 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这个国家 随着中国对非洲的关注不断加强 李小云也开始思考 如何更好地与坦桑尼亚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2008年 他再次来到坦桑尼亚 并对当地农业展开调研 他发现 玉米作为坦桑尼亚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其产量却十分低下 其实我当研究就发现 他们当地的玉米的产量非常低 一亩地多一点的时候有300斤 少一点的时候一般平均就是一二百斤 这样一个水平特别低 50斤100斤 水平特别低 那么它这个产量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第一个呢 是它不使用两种 第二个呢 它这个玉米地里密度不够 它冬一棵 西一棵 然后冲苗也不整齐 那当然产量肯定就低了 针对这种情况 2011年 李小云团队提出合理秘质 建苗 种耕除草的种植技术 并在当地进行试验推广 但对于新技术 多数农户一开始却并不愿意接受 我们做了大量的培训 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 然后等我到七月份去的时候 只有一个农户 采用技术 其他农户都没有采用技术 后来我就觉得挺惊讶 我说为什么都不讲好了吗 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你这样一个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想法 不同的事情 他们是非常不愿意采用的 2012年 唯有村里的技术员 在自家地里按照中国专家提供的方案进行种植 当年 他的玉米农田产量增加了五倍 其他农户见到了成效 也纷纷开始尝试 截至2019年 当地约有1500多家农户接受了玉米秘植种植技术 试验村由一个拓展到了十几个 玉米每亩产量平均提高了二至三倍 李小云说 通过这项技术的推广 体现出中国同个发展中国家分享平行经验的价值 我们把这样的经验看作是一种平行经验的分享 为什么叫平行经验的分享呢 就是说它的发展实际和我不久之前的发展实际特别相近 就会使得我们中国的很多很多的经验 对于非洲 对于坦桑尼亚会有更多的指导意义 中国和非洲的农业的这样一个交流 那主要应该关注 把更多适合非洲的 而中国又有长期经历 长期经验的这样一些经验 分享给非洲 即使回到中国 李小云也会通过微信同坦桑尼亚农户交流 及时回复他们的问题 下一步 他和团队将致力于 把中国传统的大豆玉米建作等技术 推广至非洲更多国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